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元兑美元以及澳元兑美元昨天晚上开始大幅反弹 目前澳元兑美元报价0.6970 今天下午两点半有澳联储利率节育 注意关注澳元走势 不能退原油呢 昨天是轻微上涨 目前报价60.89美金 黄金呢 是昨天包括前天都是大幅上涨 目前已经冲破1300美金 报价1325美金 之前我们说过乱世黄金 大家要么去买黄金 要么买一些黄金的股票 比如说澳洲的NCM 或者是买入避险的货币队是日元 另外呢 还有比特币也是有避险属性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啊 主要是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 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一讲投资 另外一个呢 是看一下中美贸易战 尤其是目前达到现在比较僵持的阶段 对哪些金融产品有一些利好或者是利空的因素 那么个人来讲的话 我认为个人的金融结构跟企业的金融结构是比较类似的 那么左手边呢 我们是记作资产负债表 右边呢 我们是记作这个现金流量表 那么作为资产负债一部分呢 我们投入的股票 房产 那都作为资产的一部分 而资产呢 如果是运用得当的话 那么它每年呢 能够帮助我们产出稳定的一个现金流 但是作为消费领域里面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收入的钱用作消费支出了 那么这部分钱呢 就从此再也不属于我们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消费跟企业是一样的 如果是记为消费支出了 那我们在未来呢 就不太可能获得现金收益 所以说呢 对于个人来讲 适当的 每年我们比方说放1万澳币或者是等值的美金 在投资组合里面 那么长期以往的话 我们希望这笔钱每年呢 能够给我们带来10%甚至20%更高的一个回报率 那么第二点呢 中美贸易战现在呢 已经达到了比较僵持的地方 我们也知道中国呢 是化被动为主动 开始呢 以稀图等领域开始作为主要的一个谈判筹码进行出击 那么世界上的这个机构啊 对股市或者是中美贸易战影响的金融产品的看法 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的表现很直接 黄金呢 是大幅上涨日元 大幅上涨比特币都已经上涨到8000美金以上了 所以说呢 目前对整个世界局势啊 是一个非常混乱 动荡不安 那么股市方面呢 美国股市 澳洲股市 中国股市都相继下跌 所以呢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大型国际环境中 我们可以买入的就是看涨黄金 以及享有分红 高分红的黄金股票 那么受到灾难的是哪一类股票呢 比方说澳洲 我们说是澳大利亚的贸易类的股票 肯定是会受到比较严重的损害 比方说A2奶粉以及我们常喝的这个奔赴酒 那么TWE就是奔赴的母公司 所以说这一类的股票呢 在近期的表现都会比较差 贝拉美的股价也是连创近期的新低 从12块钱一路跌到8块钱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哪些股票也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呢 那么就是科技股票 像这几天美国纳扎克股票指数跌的比较凶猛一些 尤其是在科技股受到了 除了中美贸易战以外的一个影响 叫做反垄断法的调查 所以说科技股票呢 澳洲的APX以及Afterpay 目前下跌幅度都比较严重 那么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说 在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 或者经济事件来临之前 我们能够及时调整我们的持仓 调整我们的投资策略 进而很好的应对目前的一个金融走势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谢谢